放置在这个盘式录音机上面 将盘带放上象征盘式录音机 启动千里玉之音 德国东亚研究院台湾音乐文物特展开幕 2018年德国东亚研究院 将一批1960年代台湾音乐家 留学欧洲所留下的研究资料 建与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睽闻60年终于展示在国人眼前 这些文物它见证了当时的 民歌采集运动的一些片段 同时也把当时除了音乐之外 台湾当时的戏曲的一些文物 包括了像脸谱 服饰 乐器等等 也都有做局部的呈现 其中一批是音乐家许为亮与许长慧 在民国50年代采集的民歌资料 五百件左右的声音档案收录了当时原住民族 福老及客家的歌谣及乐器 回忆采集过程采集队员记忆犹新 因为怕有一台录音机或怎么样有故障 因此我们就背了两台录音机进去的 那电池只一大箱 这样子 所以那是很辛苦 因为当时舞台就是 还没有车子不能通嘛 都要靠走路 当时采集队分为东西两队 收录阿美族 碑南族及卢凯族等歌谣 另外也有恐慌琴及弓琴等乐器的声音档案 展览中也呈现部分音档及采集过程的田野笔记 另外其他项京剧 连谱等音乐记录 也成为未来国内音乐研究的重要史料 游戏新闻二十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